好 谢谢时勤 而另外一个现场我们就要看到是在台北地检署外头 可以看到现在随着时间越晚 越来越多民众党的支持者聚集 不过双早传出有插曲是一名反科人士 他说自己遭到科匹涉局害他被抓去关 怎么一回事呢 我们立刻连线给记者洪泽瑞 好 没错 东四新闻团队呢 持续是守在台北地检署 那我们不只在场内 包含在场外 我们也帮大家掌握最新及时的一个讯息 好 我们可以看到现在在场外 台北地检署外可以看到呢 支持的群众可以说是越来越多了 那事实上我们可以看到 在过去几个小时的变化 其实整个广场啊 现在已经快要挤满人了 所以其实不只在整个台北地检署前 还包括了对面的这个人行道上 其也非常多的支持群众也在这边 其实他们在对面呢 也不断地喊着 希望这一次北检可以放人 不然他们就不离开 当然我们拿着标语包括了 是程序要正义 司法要公平 相信 清白 科匹 加油 不过我们可以看到事实上 在这个场外的一个罪行啊 在稍早之前 还有出现了所谓的反科人士 甚至说要对柯文哲提告 怎么一回事呢 我们一起听他来说 2019年的11月21号就是总统跟立委最后参选的登记日期 那我被押进去的时候 并没有依法去通知我所有的任何亲属 那所以根本没有人知道我被押进去 还好在上帝的保守理下 我平安的出来 那这个过程中 这些警察诬告 然后捏造不实的这个 所谓的这个植物报告书 把后面的东西颠倒是非 从一开始 我只是跟郭台铭打招呼 我讲了郭先生三个字 我就被压走了 好那当然可以看到事实上呢 我们在刚刚稍晚的时候 在八点钟 现在已经接近九点钟的这个时间点 你可以看到事实上在现场的这个 民众党的支持者可以说是越来越多了 那民众呢 其实也是耐着高温 因为其实现在啊 晚间算已经进到九点钟了 但是现场真的还蛮闷热了 很多人呢 都等下着不断的山 那当然我们刚才有问到支持者 他们也表示说啊 这一次呢 柯文哲只要不出来 他们就不会离开 那事实上如果从画面来看的话 可以发现在刚刚接近这个八点四十分 五十分的时候呢 事实上包括了台北市警察局局长李希和 他也亲自来到现场来看 周围警方的一个戒备 以及这个整个人力的配置的一整个状况 那我们从现场观察也可以看到 事实上在台北地检署的正前方 就一整排的警力 那除此之外呢 包含左右两侧 甚至一旁的这个巷子啊 全部都是这个警察的部署 甚至也进行相关的封路 那当然就是担心说 因为现在可以看到群众越来越多 但也担心可能会比较有这个 激动的一个行为出现 也因此他们部署了破百名的警力 到场来进行戒备 轮班戒备 那稍后呢 北京有这些状况 我们会持续来带大家来掌握 再把时间交换给朋友们